从这开始了 实际上昨天呢 我们花了很大一段时间 去介绍 现成的概念 对吧 那你要知道的就是 现成就是你程序当中的 一个顺序控制流程 包含了一组代码 同时呢 它具备独立执行的能力 对吧 然后在一个进程当中包含了多个 现成的协同合作 所有现成都执行完了 进程已经结束了 实现的方式很简单 两种我们更推荐于 使用第二种 而昨天到今天上午 其实就在围绕一个主题 就是现成安全 对吧 现成安全我们采用的方式 既是使用synchronous的 同步 对吧 所谓的同步呢 其实指的就是 在程序执行过程当中 多现成并发了某一个 相同对象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明明是并发的 是异步的 到了我这个方法当中 就变成同步 就变成串行 一个一个进 一个一个出 是这一个吧 那么上午我们也讨论到了 现成的通信 对不对 是吧 这个 现成通信的这个案例 有点大 我终于也在想 为什么呢 因为实质上我们要贴合现成通信的应用场景 现成通信的应用场景一定是基于容器 而这个容器呢 一定是有先进先出的特点的 听不清楚啊 我们下午的时候会讨论这种 JDK封装给我们的容器 就是具备先进先出特点的 明白吧 那么可能你用它的时候呢 你并不需要关注它的这个底层代码 但是你至少要明确它的实现原理 我这怎么有个报错啊 好 我们 哎呀别关了 我上午用的这个案例呢 还是那句话 贴合了我们的实际应用场景 但是这个案例呢 可能总体看来代码量有点大 明白吧 我给各位写一个简单版的 便于你今天晚上回去自己敲 自己理解 明白吧 就是现成的通信 是吧 也就是生产者消费者 我就叫PAC了 producer consumer 我不写对列了 我写个站 可以吧 站实质上是不是也是一个结构啊 既然是站意味着后进先出 对不对 啊 那后进先出的话 是不是还是存多个呀 对不对呀 好 那你看我这个站写起来就特别舒服了 啊 因为我不要考虑什么呢 我不用考虑这个用集合的问题 我用数组就可以 好 这个呢 我叫 myState 一个站 当中持有了一个object的类型的数组 啊 values new object 长度呢 我也甭自定义了 我也不用获取了 我就给 比如说十个 十个有点大是吧 给五个吧 好了 接着呢 我提供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push 往里存的 带着一个object的参数 一个叫做 pop 往外取的 不要参数 我也甭返回值了 我就打印 对吧 存进来 给一句话 是吧 存进来就给一句话 或者 我将来要是用的都是字符串 我也就干脆更具体一点 我就写个字符串 行吧 好 STR 这里呢 就STR 入站 就加进来的意思 对吧 这边一定要用就是STR 出站 那SPR是谁呢 实际上 你一掉 pop 它是不是就是最后一队的意思 对不对啊 那 这个事容易了 我这里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 set 默认是几呢 4 对吧 默认是4 当你一仿佛我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用 Values中控号 size 拼上 出站 这两个字 对吧 第一次进来是4 好了 而伴随着一次入站 我是不是应该把 Values size 等于STR 这个操作写好 并且size 加加 是吧 一旦出站了呢 打印一句话 是吧 而且呢 我应该让这个size 减减 对不对 当然size 减少了之后 那个值怎么办呢 很简单 那个值啊 我就给它制空 行不行 什么叫制空啊 Values size 出站 是吧 哎 我等于空串了 行不行 那这样的话 貌似我最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是五个空串 所以空白嘛 你还是好区分的 一旦看到空白 里边没内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各位 现在这个结构 其实不算复杂 是吧 来 我们调用一次 my stake ms new my stake ms掉 push方法 往里存值 是吧 好 a bc 我这儿一访问 好 下标预计啊 为什么 我这儿 刚才是 给了一个什么呀 这儿我应该写什么 零 是这一的吧 哎 我现在要是写零了 我能存几个呢 加个判断吧 如果 我 什么 我是不是得判断一下 这个values的length 和size 对吧 好了 那么 在什么情况下 你应该存 而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不存 等于 是等于吗 是等于 你看 刚开始的时候是零 对吧 size size 这一共是几个呀 五个 对吧 好了 那么 当你的size 在这儿存了五次之后 是不是才加到了五啊 对不对啊 那 再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第六个呀 第六个 是不是就是五 慢读这个条件 对着 是这意思吗 所以当到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告诉他 就是满了 行吧 别的我也没写 往里存 三个值入战 对吧 好 再辞两个呢 第一 五个了吧 再来一个 随便找我吃 是吧 这是不是就满了 就越界了 对吧 实质上 这满了 我应该 加一句 累特 我就啥也不干了 对不对 原来就应该是这样 好 那 现在入战的这个事 我是不是干完了 下完我是不是掉出战方法 我一掉 他就直接给我打印 对吧 好 满了没关系 满了我掉泡 掉几次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哎 这儿有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这个size到这儿我没加吧 当我掉pop的时候 value size出战 这一句 现在是访问了多少啊 下标五 没有下标五 没有下标五 对呀 那我现在是什么问题导致我下标五的 这最后加完了就是五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 我这个下标应该从零开始 那我就做size减一就好了 行吧 好 走 哎 还有 还有每个五 像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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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减一不行 这也得做减一处理 是吧 哎 好 行了 前面五个入战 再往里入 就是满的 后来几个出战 EDC 是吧 这个顺序是对的吧 好了 我再加两个 这是不是应该都处着 对吧 不过我要再出一回 貌似不控制 是不是就不行了 不控制又会有下标越界的问题 负一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在这也要考虑加个判断啊 判断什么呢 如果size等于等于零了 我这里就提示他空了 很直接 是吧 然后return掉 对吧 哎 好了 再来运行 没问题 这个逻辑对了 是吧 那么 我们说结构已经搭好了 不过呢 你真的支持他到满了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现在没问题啊 因为你就一个县城满了 一锤特了 结束了 对吧 但是如果是独立县城做这个事情 他要是满了 原则上 他不能放弃此次杀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吧 好 所以我们这儿真正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不是因为满了就结束 这个叫结束 对不对 我应该改成暂停或者叫等待吧 是不是就改这么一句话呀 对不对呀 哎 那这边空了也是一个道理 对吧 不是空了就结束了 对吧 我应该从结束修改成为 也是暂停 或者叫等待 对不对呀 所以你是从这个思路开始延展的啊 好了 那么 我考虑到将来会有多个县城来访问 我这个县城什么样子 首先 有一个 读县城 啊不对 这个是什么 生产县城 是吧 写县城啊 继承stride 然后呢 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个run方法呀 对吧 好 同时我还应该有一个 消费县城 是吧 哎 继承了stride 也有一个run方法 那么我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边一个循环 循环啊 从 差类型的 一个 大写a开始 然后呢 小于等于 z 再然后呢 ch 加加 你知道这里写的其实就是从65开始到 9 呃 到多少啊 到加上26吧 是吧 哎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一共多少次呢 26次 每次都想调用 他 对不对啊 好 我这啊 干脆不这么写了 我还得为他们是不是再定义这个实力炼量 来共同持有这个对象啊 好 我换种方式写 你看看你能否接受啊 我最终是不是就是要两个线程啊 好了 那我就这么做 那我就这么做 thread t1 mue thread 接着呢 我实质上 是想 写一个这个类的子类 听懂了吧 能看得出来吗 这是mue了一个负类或者是接口 然后在这儿 直接就把负类当中定义的内容覆盖了 这是不是个子类 对不对啊 干了什么事呢 啊 多了一个这个了 是吧 是不是就是打印啊 每次访问谁 访问他吧 那么这是不叫成员或局部内部类 访问外部类的局部变量啊 因为大家都是练的内容吧 所以你加上个final没错吧 不过final也是ms不改地址了 对不对 跟我访问里边的数组没什么关系 是吧 好 然后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要用fush方法 每次存ch 对吧 当然我这个字不串是什么类型的 词证类型的是吧 这边是不是x类型啊 那没关系 那我就这么做呗 行吧 我也甭改了啊 好 好 这是不是t1线程就组织好了 收起来啊 接着呢 slide t2等于newslide 不过呢 我又大括号实现了 表示我new的实质上是他的一个匿名的子类 对吧 里边也做一件事 干嘛呢 从下标0开始到小于26 反正一共26次 我要调26次出战 对不对 ms.pow 反正我这也没有打英语句 我一调他是不是就在这边打了 没错吧 现在是不是把入战存值的这个事和出战取值这个事都交给了方法来做 对吧 好 那么大家并发 现在你注意 这个里边可能会有些问题 因为我没有加什么呢 我没有加同步 对不对 好 不过没加同步也无所谓 为什么 你看 这是一座存线程 这是一个曲线程 对吧 但是假设有多个存线程的时候 他的问题肯定会非常鲜明 是这意思的吧 好 那我们也就甭试那个效果了 大家都见过 我直接加上synchronize 行了吧 好 接着我完成一次访问 现在的这种访问 没有效果 我叫start 现在来 看 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可能上来曲线程先执行 上来就是空的 所以他就告诉你一直空空空 但是你注意 这么多次空了 实质上 是不是已经把我所有要取的次数 这个事情做了 二十六次全做了 二十六次全做了 一个没拿着 全空跑了 对不对啊 好 另外呢 存线程呢 实质上就存了五个 再往里存了 就从来没存进去过 剩下二十六次全是二十六次全是满了 对不对啊 这是不是就是违背了我们这段程序的设计啊 所以呢 我们才需要把你曾经这个满了也好 空了也好 是不是 不要结束掉这次执行的方法 而是等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应该把recar修改成什么了 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 你定发访问 多线程定发访问的 实质是mystake的对象 所持有的两个实力方法 对不对 那他就是临界资源 临界资源 对吧 那我们的修改是什么 也很简单 把这儿换成了 this.wait 下边这儿 也应该一样 对吧 只不过有一段所谓的处理异常的代码 可能我们看起来很冗长 对吧 那我为了能让他看起来更简洁一些 首先 这个异常打印对战跟踪信息的这个事 我不打了 异常处理就直接处理他 我都写到异常去 看懂了吗 重心是不是在这儿 可以吧 哎 好了 这儿我也换了 从暂停换成了什么呢 等待 对吧 当然不光等待就行了 我这儿等了 好了 你那边开始运作 你那边也等了 咱俩双双卡死 是这意思吧 你看我这儿存了五个 满了满了我就停下来了 你那儿出站呢 空了 空了你也停下来了 不好 是吧 所以我应该在存线程或者叫写线程 每次进来的时候我都先做一件事情 把对方唤醒 进而保证就算此次我停掉了 对方还能往外取啊 他还有机会唤醒我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我就干脆把这个 类似点 notify 写到了这里 对吧 这叫一进来 二话不说 先干嘛 唤醒对方 对不对 这样至少保证了什么 我这儿真要是为他了 至少对方还活着 不像这种情况 我为他 对方 他们也为他了 是这一个吧 哎 好了 那么站在写线程是如此 读线程是不是也是如此 我也要搞到什么 万一我这儿 这次被他了 我得让对方继续往里存 继而他也有机会唤醒我 换句话说 我把他唤醒了 他才有机会把我再唤醒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也加这么一句话 那加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看这个运行的结果 走 哎 看着 先存 存满了 存满了 他停下来了 发现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等着人家往外取啊 出了一个之后呢 你看他又把我唤醒了 我是不是接着又往里存 我又存了两次 发现又满了 又满了没事 等着人家再出战 他出完了 我又存 发现存了两个 第二个又满了 他又出了一个 我又存 他又出一次 我又存 是不是来回这交替呀 对不对啊 始终保持的是什么 满的 现在看起来始终是满的 那是因为路线程得到的时间片多 对不对啊 那反过来的情况是不是也可能有啊 空了空了他挡着 我就把房里放一个 他拿走一个 放一个拿走一个 明白了吧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无论是这两个县程 哪个26次的操作 都有正确的结果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基于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容器完成了双关线程的通信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哎 好了 现在呢 看似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些极端情况 我们考虑到他万一我这个唤醒之后 唤醒的还是我自己的 进而往下执行时会有问题 对不对啊 这种极其少的概率低的特殊情况 所以我们才这儿换成了will 是这意思吧 哎 你要明白的就是能替代表是唤醒对方所有 好 那同时可能我唤醒出来拿到时间片的还是我同类型现场 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他被唤醒拿到时间片往下一执行 妈呀 又越界了 对不对啊 这种极端情况下 那你应该考虑到循环的判断 有地儿 啊不是 有空 我就往来取 这儿是有地儿 我就往里存 对不对啊 所以写成这个样子 实质上 就圆满了 可以吧 哎 这个代码看似 比上午的那个要简洁一些 只要是我也没用到集合 就是纯速度 是吧 没问题吧 这已经很简洁了 再想简洁没办法演示了 是吧 再想简洁没办法演示 好了 这就给我们的生产者消费者做了个总结 那么 让县城间的通信 实质上 是不是就是这两对方法 对吧 两个位他 两个东西份 可以吧 哎 我讲这个不是为了让你能高效的写出生产者消费者 听清了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了解他的概念和执行机制 而你将来用的时候不会让你去收写了 你写的这个效率反而低 听懂了吧 没问题吧 哎 因为一会儿我会讲 JDK所提供的实现版本 你只要会用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有人问你生产者消费者是什么 你至少要说的清楚 明白吧 不用你自己写 但是你得会用 好 这等于是对我们上午加昨天的内容做过